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直击疫情防控第一线 全方位报道防控工作 今天的节目也将在 中国蓝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进行同步直播 昨天 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举行扩大会议 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部署我省下一步疫情防控工作 省委书记 省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第一组长车俊 在会上强调 要全面对照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 以一贯到底抓落实的真功夫 一丝不苟抓细节的硬举措 更大决心打好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确保疫情防控工作 交出合格打卷 省长 省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组长袁家军主持会议 会上 车俊传达了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省疫情防控 一半六组组长单位负责人 做了工作汇报 有关省领导和省防控领导小组 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 参加了会议 车俊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是进一步统一意志 增强信心的宣言书 是进一步统一行动 共克时间的冲锋号 为我们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提供了根本战略指引 精准战役指南 全面战术指导 这将作为三个地 要以最鲜明的态度 最有力的行动 最务实的举措 更加坚定自觉地 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贯彻落实到 我省疫情防控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 以实际行动回答好五个问题 一要回答好 为什么必须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以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 以对人民群众负责的初心使命 继续把疫情防控工作 作为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工作来抓 二要回答好 这将以怎样的担当 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 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 坚持全省一盘棋 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 为战略全局主动担当 三要回答好 如何更科学 更有效 更全面地 做好疫情防控和患者救治工作 既兼顾全面又突出重点 既总结经验又补齐短板 既严格防控又有效救治 既临床实践又科研公关 四要回答好 如何确保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积极做好蔬菜 肉蛋奶 粮食等产品的生产和市场调配 切实保障群众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妥善安排企业复工 五要回答好 如何确保 如期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同时 统筹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谋划超常规思路 采取超常规举措 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补回来 车俊强调 当前是疫情防控紧要关头 必须全面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依靠全省最广大人民群众的 共同参与 共同努力 继续以铁的决心铁的举措铁的纪律 坚决打好防控战 争取早日拿下疫情拐点 早日送走病魔瘟神 重点要坚决打好五场战役 一要严防死守属地负责 坚决打好管控阵地战 压紧压实属地责任 推动各地牢牢守住自己的门 管住自己的人 通过联防联控 群防群控 严防严控 进一步管控人员急剧 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 不断铸牢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 二要突出重点集中火力 坚决打好重点地区歼灭战 在重点地区加强精准督导 有力保障 强化最严防控措施的落实 着力提升管控力和物资保障能力 坚决遏制重点地区疫情增长势头 三要发挥优势集中力量 坚决打好救治公关战 及时总结经验 不断优化治疗方案 进一步提高救治效率 发挥医药学科优势和产业优势 加强科研公关 加快有效药品和疫苗研发 四要统筹坚固 稳中求进 坚决打好发展总体战 把疫情防控与做好六稳工作 紧密结合起来 最大限度减少疫情 对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 最大限度消解疫情 对我省高水平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影响 特别要结合深化三服务 及时对广大企业 做好针对性帮扶 五要明辨是非 鸡拙扬青 坚决打好舆论主动战 深入宣传 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深入挖掘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 做到信息透明 及时发布 从快从严从重 打击造谣传谣行为 进一步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浙江台报道 来关注我省疫情的最新情况 2月4号0到24时 浙江省报告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新增确诊病例66例 新增出院病例15例 新增确诊病例中 杭州市9例 宁波市18例 温州市24例 嘉兴市4例 清华市4例 台州市7例 新增出院病例中 杭州市1例 宁波市3例 温州市11例 截至2月4日24时 浙江省累计报告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确诊病例895例 现有重症病例65例 其中微重16例 累计出院63例 其中确诊病例中 杭州市141例 宁波市120例 温州市364例 湖州市9例 嘉兴市27例 绍兴市30例 金华市44例 渠州市15例 州山市7例 台州市122例 里水市16例 重症病例中 杭州市12例 宁波市7例 温州市22例 嘉兴市2例 绍兴市7例 金华市3例 渠州市2例 州山市1例 台州市7例 里水市2例 出院病例中 杭州市7例 宁波市4例 温州市28例 湖州市1例 绍兴市3例 金华市6例 州山市2例 台州市11例 里水市1例 目前全省 共追踪到 密切接触者 16360人 已解除医学观察 3955人 上有11886人 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浙江台报道 随着返港 返工返学 三返的来临 对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提出了考验 各地采取多种措施 防控杜绝 三返潮引起的 新一波疫情 义乌市外来务工人员较多 在铁路义乌站出口站 记者看到 旅客要想进入义乌 一共要经过三道关卡 第一个关卡是体温检查 针对体温偏高人员 在场医生会对其 进行最后的人工复合 体温超过37度的夜温 然后如果是来自疫区的 高发的这些高位人群 我们基本上都是 要登记下上报的 第二道关卡是由 义乌市巡特警大队民警负责 主要进行反义人员的 身份信息核查工作 来自疫区 体温正常的人员 将直接送往售票大厅 若是有周边县市过境旅客 将送往指定地点 由专车送旅客返回 最后一道关卡 主要进行非疫区 反义人员信息登记 确认工作 在义乌有住处和工作的 将联系房东或企业单位 确认后 填写告知书后 予以放行 反攻在即 宁波 镇海 启用施工现场视频 分析系统 对接33个建筑工地 11家建筑企业 查看企业 有没有提前开工 同时排摸出 1万多名务工人员中 有254名人员的 几贯地 显示为此次疫情的 重点地区 镇海区的相关责任单位 对这些人员的活动 及健康状况 进行了跟进了解 我们建筑工地 是作为此次防疫的 重点区域 利用镇海区 施工现场视频分析系统 守好人员管理这道关 坚决打赢 这场防疫攻坚战 向山县发布了 企业开复工12必须 其中规定 必须加强员工反港管理 必须配合属地政府 做好反港员工 相关信息采集报备 必须设立相对独立的固定场所 作为防疫隔离点等等 针对留下来过年的员工 企业根据疫情需要 对宿舍内的员工 进行相应的管理 防止其外出 进行不必要的流动 并提供送菜等服务 确保员工在厂区安心 科桥区通过前期的排模检查 对辖区内工业企业 园区的员工 反攻仪式进行实时掌控 通过点对点的电话 微信等方式 通知到每个员工 同时还通知各企业 推出暖心举措 尽量不扣减企业 延期复工人员薪酬情况 浙江台报道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全省各地统筹 做好经济发展各项工作 连日来相继出台 政策举措 力争将疫情给中小企业 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 来看报道 这里是台州行政服务中心 昨天台州沃特捷具负责人 拿到了台州首份 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书 由于企业延迟开工 一笔出口订单无法按时完成 这张证明书将帮助企业减少损失 同样绍兴的凯尔海 真访服饰 也拿到了同样的证明书 企业原本要在2月8号 交付的20万件乘一订单 渴望延期 支持企业恢复生产 各地各部门积极出台政策 宁波出台18条意见 从加强社保支持 降低融资成本 调解税收 减免房租等方面 帮扶中小企业共度难关 对受疫情影响企业 临时下扶社保费率 对不裁员少裁员企业 返还上年度实际缴纳 失业保险费的50% 同时确立首批50亿元 紧急融资额度 并给予相关防疫企业 优惠利率 义乌为全市涉及防疫设备 生产企业提供降息服务 所有相关企业实行 基准利率融资政策 贷款利率从原来的6.3%左右 下降到4.77%左右 下调利率约30% 与此同时 省国资委出台9条措施 明确国有企业承担 疫情防控所需 专项药品器械等支出 在计算年度研发支出时 给予加倍确认 同时支持国有企业 积极进口疫情防控所需 紧缺药品物资 并在经营业绩考核时 给予特殊对待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国资9条 这样一个政策的出台 能够全面的推动 我省贵油企业 参与到这个疫情防控的 攻击战中来 随着企业复工 日期临近 不少地方密集出台政策 保障企业顺利开工 杭州 由萧山纳斯科创源 对入住的188家小微企业 实行暂免一个月房租费 嘉兴发布保障企业 反港反攻12条政策 对企业为扩大防疫 应急物资生产 进行了计改投资 按投资额的50%余以补贴 最高1500万元 嘉兴市秀州区发出倡议书 对尚未开复工 开复工后经营困难的 中小企业商户 免收2月份租金 3、4月份租金减半 浙江台报道 防空疫情 防止口罩乱扔 造成二次污染 开化县想出了一个妙招 利用农村的垃圾兑换超市 由党员干部上门 用肥皂换废弃的口罩 有效地减少了 口罩乱扔的现象 一大早 苏庄镇高坑村党员江永顺 就带着整箱肥皂 开着垃圾收集车 前往每个农户家中 收集使用过的口罩 村民将整理好的口罩 放在门口 等党员上门兑换 本来是放垃圾桶里去 现在原来换肥皂了 我们就不会烂灵 不会影响大家这个传染 感觉很贴心 就是做得很好 疫情当前 村民出门戴口罩的意识 越来越强 但如何处理戴过的口罩 防止二次污染 一些村民没有经验 高坑村就依托村里原有的 垃圾兑换超市模式 推出五个废弃口罩 换一块肥皂的活动 由全村党员每天分组分批 主动上门兑换 短短两天时间 高坑村已收集使用过的口罩 800个 浙江台报道 再来关注来自武汉的消息 为了收治已经确诊的 轻症患者 从3号晚上开始 三所方舱医院在武汉 投入建设 这三所方舱医院分别位于武汉市的 红山体育馆 武汉客厅 武汉国际会展中心 方舱医院是机动医疗系统的一种 具有紧急救治 外科处置 临床检验等多方面功能 目前各个场馆正在加紧泼设病床 部分医疗设备已经进场 三所方舱医院建成后 将提供3800张医疗床位 此外 武汉市还计划在光谷国际会展中心 武汉体育中心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等地 再见方舱医院 这期直播就到这里 朋友们再见